字幕by 劉鑛 哈囉大家好我是H ass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了我們玩這款貓咪的冒險 看起來是弓箭傳說吧 來設定一下按鈕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一隻貓咪然後去射敵人 停止死就會自動攻擊敵人 好 弓箭傳說 遊戲是10月17號開始測試 不知道測試到什麼時候啦 就卡哇伊風格的嘛 射擊遊戲 感覺有點卡耶 畫面給我感覺比較卡 走起來也不是那麼順暢 那這邊是logelike的玩法 就三選一 隨機獲得buff 這邊的話閃電星星吧 喔喔喔喔喔被打了 哎呀我升70%血 過得了嗎 這是一個小boss Pollet 他剛射我都沒發現 他那個 綠色的鍵我沒發現 好過關 那你要雙倍金幣的話是不是要看廣告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廣告 無廣告可看 好那我們另外的角色有貓咪 貓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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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隻都貓咪 感覺有扔著貓咪嘛 然後有西部 西部貓咪 然後有騎士貓咪 然後有法師貓咪 好 好第一關過了 那這邊的話也是10關 10個小關卡 哇導彈也這麼帥 是貓咪大戰 我們對手好像都是狗狗欸 貓咪大戰爭 喔沒有啦 狗狗大戰爭 什麼貓貓狗狗啊 一大堆的 也是 貓狗常常會被拿來拍電影 然後就 通常貓是反派 通常啦 貓咪很容易被當作反派 這個好像開場會造成冰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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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位置還算簡單啦 我喜歡攻速 好 目前還算休閒簡單 好過關 不需要攻擊力了吧 第五關的話是一個獎勵關卡 幸運大轉盤 320 那不看廣告的話就 離開吧 目前為止 我覺得 沒什麼難度了 還蠻休閒的 你看D的那個弓箭射過來是非常慢的 抱歉 小小卡彈了一下 哇 這個是投資型的狗狗 就是那種攻擊會有拋物線 我發現敵人有點多耶 雖然都是近戰 又朝著你一直衝過來 衝擊波是怎樣 5秒用刺喔 wall 哇와 哇哇哇哇哇哇 好好赌 好BOSS戰 好 Ball 好BOSS戰 來吧 一個狗狗自棄人是不是啊 狗狗頭盔喔 他會丟石頭 哇這石頭怎樣啊 彈幕喔 躲不開耶 天啊 他在丟我再跑 哇什麼東西 我剛剛不知道被什麼打到 還好沒死 真是好理夾在啊 那過關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首頁吧 簽到大禮包 那你要看廣告 領取沒有啊沒讓我看廣告 目標應該是我們的任務吧 等級是不是 沒有是關卡 我現在已經過到第二關了 然後你看視頻可以領取這個弓箭 我領領看 好像沒有廣告可以看 都可以領 遊戲 遊戲現在還在測試啊 所以廣告可能也還沒實裝 來看一下設定 就音樂音效 音效 開關 那抽獎 哇層7喔 不錯嘛 好像沒有Double耶 所以那個Double是 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拿到武器嗎 啊有啊 我們換這個綠色的 這邊是白裝嘛 然後這邊還有槍 不好機率加30喔 真的假的 那我這個 不是換了嗎 感覺它有點Bug 因為我這個是 我這個武器是 40到50 我已經50了 為什麼 還是說這是升級的意思 喔這是升級的意思啦 我懂了 這邊是30 然後這是30 所以我們這把武器已經50了 你可以再升一下 那這邊沒有裝備了 那這邊沒有裝備了 好角色的話我現在只有一隻而已 咕嚕貓 羅胖胖 拉 雜拉貓 莉拉貓 小米妮貓 梅妮貓 那這邊有他們的一些效果 應該算Buff吧 應該算Buff吧 中毒喔 恢復 好來開開寶箱 然後這邊要用那個紫水晶 紫鑽來買 水晶禮包 目前的話應該是沒有商城系統 連廣告系統都還沒有看到嘛 都沒有 然後這邊看一個視頻可以 先獲得一個Buff 刷新時間是5分鐘 刷新時間是5分鐘 我不知道在哪有沒有啦 但是可能就沒有 好我現在已經第一關第二關 打完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喔 關卡的話好多喔 50關欸 還蠻多的吧可以讓你殺殺時間 這邊 再把這關給通關 黑洞是怎樣 好像沒什麼用 有發出一個黑色洞洞 冰雙球是怎樣 好還算簡單還算簡單 閃電球 這樣我就有6顆球了 他好像每次都先從一些比較簡單的開始 大概到那個 八九關的時候就會開始變難 前面都比較簡單 哇黑球欸 那是我的黑洞 然後我被攻擊了 哇他躲在裡面 可惡 出其不意啊 我被我自己的黑洞給害啦 好兩百四 有一點少 反正看不了廣告 不能看廣告你就 呵呵你就給他盡量按 好吧 有一種賺到的感覺 這個狗狗頭子會嚇到我 欸其實我攻擊力還蠻痛的齁 趕快恢復一下生命力啦 黑洞是怎樣 不太痛啊 好爛喔 下次不要用黑洞 相信我 而且他 他產生攻擊的時候我不能射人 我會整個延遲 不能射人 所以其實黑洞是不好用的 你看我射不了 剛剛 剛剛啦 有一點小Bug 我又被那個打到了好痛喔 知識的 有沒有那個黑洞其實不好用 所以你們下次就不要換黑洞 好打狗狗反正是貓狗大戰 不好躲不好躲那個彈幕有點 我還彈射反彈 好破關 好還算簡單啦好不好 繼續 反正現在你不用看視頻也可以領取 真好啊 福利真的超好 我這個水晶已經1300了 那是一款以貓咪為主題的弓箭傳說 這個應該沒有Double 然後敵人是狗狗 主角是貓咪 那角色的部分有六隻 我現在是一隻 那這邊也要解鎖就需要這個金幣 好 金幣的話還好 那這是七天千到七天 然後這是看廣告 看廣告沒什麼 我們現在根本不用看廣告 然後這邊也可以升級 基礎 然後通關3-1解鎖 那這是水晶 水晶的話 獲得還蠻快的啦 就每天慢慢存 這個 就這一隻比較難拿到吧 因為要3000嘛 那其他這些只要有時間都拿到 像這個450 像這個2000而已很便宜啊 就可以解鎖 如果你玩膩了這一隻的話 攻速5%而已有點爛 這邊是8% 而且還可以疊加喔 這麼厲害 這隻拉雜貓看起來蠻厲害的 這邊是法商 第三隻會必定暴擊 所以我們這一隻咕嚕帽是最弱的啦 你們再看看 至少有六個角色嘛 然後通關冒險 不是通關冒險 嗯 也有logelike的玩法 就是三選一 三選一 選那些buff啊 技能啊什麼的 那目前完全沒有廣告 也沒有商城 雖然有廣告功能 但是點也是看不到 看不了廣告可以直接拿去獎勵 好的那就先這樣吧 希望對大家有些幫助啦 如果你覺得這款遊戲還不錯玩 想要來試玩的話 我的影片下方都可以找到資訊 下載資訊欄位 下載資訊啦 大家在下載留言就可以了 那就先這樣吧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